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大的不同还不是规模的大小 而是几乎所有参展的整车企业都带来了新能源车型 这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开始从概念变成了产品 2008年国际油价做了一趟过山车 从年初的每桶99美元开始一路攀升 7月曾到达每桶147美元的最高位 加之全球金融危机的催化 新能源汽车越发大行其道 电动车混合燃料车燃料电池车等纷纷登台亮相 以电动汽车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正成为各大汽车巨头集中活力和全力争夺的主战长 我们去年发表的一个五年终极计划里提到了 到2012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纯电车的量饭 这对日产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能取得成功 我们与多个国家地区签订了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合作协议 当国际巨头纷纷出手新能源 特别是纯电动汽车领域时 中国的汽车企业第一次有机会和这些产业巨头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008年12月 比亚迪推出首批双模电动车F3DM 由此成为世界首款量产双模电动车的生产厂商 比亚迪也正是希望借电动汽车的机遇实现成为世界级汽车企业的梦想 除了比亚迪 中国其他的汽车企业也不甘落后 2008年年底 首批30辆长安奔奔电动汽车投放加拿大市场 2009年2月 奇瑞首款电动汽车S18下线 北汽福田纯电汽车弥迪将于2009年底投产 据不完全统计 包括六大汽车集团 以及奇瑞 吉利 吉亚迪等在内的 至少40家中国汽车企业 目前已经涉足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我们国家现在也是科技部和财政部推出北城千辆汽车的一个示范计划 目前传统汽车巨头遭遇寒潮之际 也正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弯道超车加速前行之时 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 我国的汽车总销量达到了267万辆 夺下了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也超过了1.7亿辆 然而对中国汽车工业来说 恐怕更大的机遇还是新能源汽车 不仅因为它代表了未来汽车业的方向 还因为中国汽车终于有可能第一次在技术上超越国际对手 怎么才能把这次市场变局变成中国汽车的一个跳板 我们也采访了多年从事新能源汽车研究的科技部部长万刚 您有没有试用过我们国家生产的这些新型的新能源汽车呢 您试用的感受是什么 我跟你说差不多的汽车我都自己开过 甚至于然而点是汽车还是我自己开发的 试用新能源汽车的时候 毕竟它已经不用汽油了 可能它的习惯上面就会有些不一样 那么目前为止 我们国家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水平 在世界范围来看 究竟是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就是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热电池汽车 都和世界各大品牌的发展相近 在产业布局方面 我们的关键零部件 已经初步进入了产业化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了 新能源汽车的大门已经打开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摆在了中国企业的面前 尤其在电动车离不开的 锂电池制造上 中国已经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潜力 国内最大的电池生产商比亚迪 也转向了汽车行业 在国内率先开发出双模电动车 那么这第一口螃蟹到底滋味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08年12月15日 比亚迪第一款电动汽车风光上市 电动汽车是中国汽车产业实际超越 感受世界先键水平的最佳第一 比亚迪总裁王传福 对电动汽车充满期待 我们认为2010年 就可以实行电动车时代 比亚迪新闻发言人王建军告诉我们 自上市之日开始 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就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情爱 自询的特别多 我们有800电话 就特别多 他们真正买的人多吗 市场或者需求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我们在随机采访的时候 却发现 消费者对这款电动汽车 并不以为然 你会买那个电动汽车吗 你对他了解吗 暂时还不会买 你对他感兴趣吗 我对他 目前很难说 您有没有听说过 您其他的朋友有考虑过电动汽车 没有 暂时还没有 在电动汽车领域 比亚迪自称是行业的领导者 而股神巴菲特也曾经赞扬比亚迪说 这是一家令人惊奇的公司 就是这样一家令人惊奇的公司 在去年年底率先上市推出了第一款电动汽车 现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深圳繁华的街头上 我们依然看不到一辆来自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这个阶段 我们主要的面对的是政府机关和集团的用户 王建军说 比亚迪目前还没有针对个人的销售 他们只是与深圳市政府和中国建设银行签订了80辆电动汽车采购一项书 目前已经有十几辆车挂盘 这十几辆车都是卖给哪里的 主要是深圳市政府 在深圳市政府采购中心的网站上 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制度的通知 深圳市政府将优先采购比亚迪的汽车产品系列 但是我随后搜索了政府在近期对汽车采购的项目中 我看到了他们已经购买面包车旅行车普通轿车 却唯独没有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我是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记者 我想了解一下深圳市政府采购了多少台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还没有啊 还没有采购吗 嗯 比亚迪他签了这么个协议 他这个车就发在网上 如果有采购单位要买 就就 是这样的吗 没有 比亚迪电动车的第一次亮相 并没有博德满堂贺彩 相反还有一些尴尬 其实电动汽车在国内已经有过成功使用的范例 北京奥运会期间50辆纯电动车在奥运村内服务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发展水平 但是那毕竟只是在小范围内的一次演练 当电动车真正走向普通消费者的时候 一系列烦恼也就接踵而至 我们必须要让消费者要敢用 用得舒服 他们为什么不敢用 比方说你住在五楼 你的停车位在停车场里面 或地下停车场里面 那地方需要个擦坐 你个人改变这个环境 需要跟物业等等的各个机构打通关节 你个人可能的力量非常有限 电动汽车的充电问题是比亚迪目前最头疼的问题 这款电动汽车连续行驶100公里后就需要充电 每次充电需要8到9个小时 而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充电桩 如果说你在每个超市的 或者每个大型停车场上面 它都设置充电桩的话 那你购物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充电 比亚迪希望能在每个小区公共停车场 都能安装充电桩来解决充电问题 但这是一个庞大的建设体系 需要电网土地市政税务等多个部门的协调 比亚迪目前正在与国家电网进行协商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比亚迪和国家电网已经协调了很长时间 现在有什么结果了吗 国家电网对于整个环境的改变 如果说是一个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那可能他觉得这样的改变可能是水到去成的 我们比亚迪可能走得快 走得前了 但是只有有了基础设施 电动汽车才有可能真正的推广到消费者那里 其实比亚迪的电动汽车不仅面临充电难的问题 价格昂贵更是他难以跨越的门槛 王建军拿两款同样性能的燃油车和电动车做了一个比较 比亚迪对自己的电动汽车充满信心 但是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里 他没能卖出一辆电动汽车 这不得不让人觉得有些孤方自赏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都梦想着 自己头顶的蓝天可以多一些再多一些 电动汽车让这个梦想不再遥远 但是这个梦想的实现不仅依赖于企业的努力 民众的认可 还有更多政府部门的通力合作 而任何一方的缺失都会让这个梦想变成漫长的等待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包括比亚迪在内 奇瑞吉利 长城和上汽等国内的主要汽车生产商 现在无一不将新能源汽车 尤其是电动车的研发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上 然而正像我们在比亚迪身上所看到的 跑在前面的电动车 眼下却面临着重重困境 充电网络见不起来 使用不方便 消费者不愿意购买 产量就上不去 而无法大规模生产 价格也就必然居高不下 如果中国的电动车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 中国汽车业丧失的不仅仅是市场 更是一次领跑全球的历史机遇 您作为决策者的话 您怎么看待现在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战略 通用汽车的总裁瓦格纳 在上一次向国会申请援助的时候 他有一个演讲 他就总结通用汽车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么一个困难的这个地步 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在美国最赚钱的这个SUV啊 pick up这些车型上面 那么忽视了对节能环保车型的开发和这个生产 就咱们国家来说的话 发展这个新能源是不是也是到了这样的时候了 也是到了 我们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汽车的这个增长 我们现在石油呢自己率不到一半了 我们有一半以上的这个石油要靠进口 实际上我们之前在达沃斯也听到那个通用的CEO瓦格纳 说中国将会是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制造的一个大国和最大的市场 他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准的制定者 他这样描述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这个地位 这种描述客观吗 谁拥有最大的这个市场 谁就拥有这个在标准制定的方面的这个话语权 中国汽车工业在这个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每年都是以两位数以上的这个速度在递增 我们的产销量都是以两位数的这个速度在递增 所以我们这个去年是世界第二大产国 那么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的月产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 我说的是市场规模 那么在这样的市场规模下 我们可想而知 我们在这个标准的制定上就有了比较大的主动权 主导权 有句广告词很多人应该还记得 有路必有丰田车 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 汽车业六七十年代在国际上 以及最近十年在中国的飞速发展都离不开公路 尤其是高速公路的建设 而大规模投资修建的这些公路正是靠的各国政府 那么当电动汽车将彻底颠覆传统汽车产业格局的时候 当电动车蹒跚学步的时候 当尝试第一口螃蟹的比亚迪遭遇叫好不叫做这个困境的时候 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汽车大国日本的做法 以横滨川崎为中心的神奈川县 坐落于日本本州中部京滨工业带中心 提邻日本首都东京 是日本四大工业基地之一 经济实力雄厚 早在2006年 神奈川就与政府产业科研机构合力发起创立了电动汽车普及促进协商会 汇集多方力量共同推动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从我们神奈川县政府在推动电动汽车发展的时候 不仅针对汽车技术本身 还包括对产业链内其他配套行业的支援 实际上无论是电动汽车制造企业还是电池生产商 与产业相关的电力公司只要落户在神奈川县 那么他投资总额的10%就会由我们县的政府来承担 同时松泽成文也表示 要想真正普及电动汽车除了相关技术层面的改进外 以政府为主导先期投入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更是尤为重要 发展初期电动汽车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价格也比较贵 因此神奈川县设立了专项的电动车购置补贴 我们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再追加50% 同时我们会免除90%的汽车购置税 以及汽车每年的使用税 这样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电动车的环境 早前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已经确定 会对相关种类的电动汽车给予购置补贴 因此加上地方政府的优惠支持 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汽车时的实际支出便会大幅下降 对于电动汽车在县管辖的停车场停车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同时我们也在向其他的民营停车场普及 另外在现行之内的高速公路 他们的通行费也会给予半价优惠 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优惠措施能够让客户感受到 购买电动汽车是非常值得的 目前神奈川线的快速充电设备主要分布在四大区域内 包括县政府周边 汽车经销网点 电力公司营业所以及传统加油站内 除了较为专业的快速充电设备外 神奈川线还考虑在一些商业设施及大型停车场内 设置传统的100至200度插座充电装备 首先我们考虑的方向是商场超市这种地方 因为如果有充电站就更加能够吸引客户 因此他们自己也是欢迎的 另外便利店加油站这些地方本身就有足够的空间 不需要额外的土地支出成本 所以这些区域是设置充电站的首选 如果将来中国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做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可行的 他山之石可以公寓 从神奈川线的举措我们看得出来 电动汽车大规模商业化推广 不仅需要技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 而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只有政府 上个月公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有这样一条 力争在三年时间里面形成50万辆新能源汽车产能 达到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总销量的5% 那么在这个目标之下 中国政府到底会如何推动 电动车上路的速度呢 你先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电力公司吸引过来 通过他们投资建设一些集中式的充电站 我们可以把这个股电利用起来 你比如地方政府 我们可以把它动员起来 在初期为快速充电建立若干 在城市当中分布合理的集中式的快速充电站 还可以把一些交通部门 城市管理部门 纳入进来 那么我们对这种新能源的汽车可不可以考虑减少 甚至取消它这个年票的过桥的费用 再比如停车场 停车场我们可以画出一片 专门的区域 让给电动汽车 来优先的来停车 等等 这些都可以把它纳入进来 现在深陷金融危机的很多美国人都很怀念克林顿当总统的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欣欣向荣 财政盈余 连创历史记录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诞生了一大批 像微软英特尔还有雅虎这样的IT英雄 迅速的取代了通用和福特 成为美国经济的新标志 这样的辉煌出现了十年之前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的美国是成功的抓住了互联网经济到来这个机会 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业传奇 同时也让美国人享受了一个黄金年代 那么回首中国汽车走过的发展道路 我们因为没有核心技术 将几百亿几千亿的市场拱手让人 但是换回来的却是少的可怜 几大汽车厂商依然是在靠着合资品牌吃饭 今天当比亚迪奇瑞等民族品牌第一次依靠着自己的技术 和国际巨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新能源汽车给中国带来一个机遇 一个改写全球汽车业版图的机遇 庞大的消费市场多年的技术积累 还有成熟的生产体系 在汽车工业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上 中国头一次能够把这牌都抓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当这个宏伟的梦想展现在面前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还缺少几张关键的拼图 这就包括了节目中我们所提到的政策支持 市政设施以及充电网络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能够创造新经济的辉煌 源于规模庞大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美国联邦政府拿出巨资搭建起互联网 一项军用技术才最终引领了一场经济革命 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和理解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我们才能够让电动车开上快车道 让电动汽车成就我们的汽车大国梦想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